马拉基书一章六节 万光之耶和华对你们说 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那里 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那里 今天的经文一心见血地点出了以色列文当日的问题 他们口口声声说 那位独一的真上帝是他们的父亲和主人 但他们很多人只是口爽爽地说 他们的行为却清楚地看到,是很缺乏诚意的 他们喜欢问上帝是否爱他们 但事实上他们对上帝大多数都是解献恩勤 因为在他们的行为和敬拜生活上 他们没有尊重上帝,更不用说敬畏他 说到尊重和敬畏上帝,其实是不可思议的事 想想,高高在上的上帝 他竟然不断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很难想象 试问,世上有哪一个能够向这位父上帝献上他配得的敬畏呢? 上帝又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个人口和良善的主人 试问,世上有哪一个能够以他配得的尊重来回报他呢? 但是,即使我们多亏欠和不配 上帝断不会终止他对我们的爱 以最大的爱就表明了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纵使以色列文他们如何犯罪背叛上帝 上帝仍然猜显先知马拉基 尝试让他们明白他是多么爱他们 并且催促他们回转 弟兄姐妹,老实说,我们今天虽然知道很多 但是并未代表我们会做得好些 其实,我们何尚不是像当日以色列文一样 生命里面对上帝缺乏成衣,甚至有时藐视他 然而,上帝他当日没有放弃以色列文 他今天也没有放弃你和我 我们的父上帝,他仍然爱我们 他想尽力地将我们挽回 西上的假神,时时要求人去寻找他们 但是我们这位慈爱的真神 他却是时时来寻找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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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